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曾想到猴子群跟大灰狼关系交好 拍出的猴子竟然作秀一样毫无作为 搜寻时因大灰狼的阻挠就错过了一些重要场所 二楼两个房间以及饭堂 搜寻知识草草了事 对羊群汇报说无线索 羊羊家族不甘心 健健康康的喜羊羊怎么就忽然失踪了呢 于是四处散发消息求动物王国的朋友帮忙 随后引起众动物的关注 喜羊羊失踪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各个部落开始自发的帮忙 甚至有部落高手带着塔克前来相助 塔克在宿舍二楼和后杀发现线索 跟羊爸羊妈汇报 二老不肯接受也不敢相信 并且塔克主人受到威胁 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动物箱 因为事件影响实在太大 惊动整个动物王国 省城的老虎下令彻查事实 经过各路大神帮忙 真相非常清晰 五日将公开 事实是大灰狼火通托狼 把喜羊羊高温掉了 塔克在后山只嗅到了组织 因为影响太大 牵涉一千两百只羊羊的学校前途 和羡猴猴子并且狼的作恶手段过于残忍 不适合全面公开细节 就在昨晚十点 志远中学已经通知家长到校接孩子回家 我们多希望胡同学也能被平安接送啊 请大家耐心等待 不要相信网上谣言 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被谣言左右 真相很快浮出水面